MING PAO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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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Eric 新年快樂 各位社群的夥伴 朋友 新年快樂 大家好 我是 Will 那是現在Goodwill的co-founder 也是CEO 很開心可以跟著所有志同道合的夥伴 一起继续这个旅程让世界越来越好 最近我们受到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那个名字是更换了变成Goodwill 其实名字不是更换成Goodwill 是Goodwill独立出来的 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 本来是在V里面的 在经过了去年很多变动之后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 感谢大家的体谅 我们现在都在Goodwill了 基本上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V是一个上市的集团 上市的集团当然会有身为一个上市集团 所需要付Fill的责任 那这责任包含如何应应市场 也包含了如何让所有的投资人 可以得到他们应该要有的回报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想要进行比较长期的 不求回报的教育 长期的社群经营 势必会有一些冲突 也会有一些摩擦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非常非常感谢 所有V的领导层管理层 愿意坐下来一起想了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方法 想办法去兼顾 这两个我们想发展的目标 那后来呢 我们也做出了 在当下可以做出来的最好的决策 现在看起来这也是对的决策 那就是让V可以专心去Fulfill 身为一个上市集团所应该做的 他们应该回应市场 跟着市场的脉动 去做出更多的 可以创造营收 创造利润的决策 来回应所有股东的信任 那另一方面呢 VV可以独立出来 那一样我们要回复的是所有的团队 还有所有社群的信任 所以我们会继续在社群 在教育这方面走得更远 用长期的这个主意继续走下去 我们在我们各平台上面 还有没有更多的内容 我们可以继续学习的吗 哦那当然 所以大家请注意 基本上内容不止不会不见 还会越来越多 那大家不用担心说 哇越来越多 我会学不管了干嘛的 我们多的原则就是 希望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分享 所有的资讯 变得更简单 更轻松 甚至更好玩 让大家可以更无痛 更没有压力的去学习 并且可以把它用到 你的生活 财务 日常决策里面 那Google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个体 这样现在Google的愿景 目标 是什么呢 所以其实Google还是要延续 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要做的是非常长期的教育 还有社群 那我们的愿景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打造出一个 没有人会需要为了钱 而担心烦恼的世界 我们希望可以打造出 大家都可以不受金钱困扰 专注在个人的成长 个人的幸福 跟理想的世界 那我也非常非常开心 有这么多的自动道伙伴 可以跟我在一起 以及在座的各位 社群朋友们 跟我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目标实现 更努力 我听说最近我们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什么 B Corp的这一个 是什么来的 OK 所以在我们刚提到这个愿景要前进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需要去做很多的努力 并且要找到很多的可能机构 去知道说我们的努力方向 到底是不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 那非常荣幸呢 我们短短几个月时间 就获得了 准B型企业的这个认证 B型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去查一下 它其实是真的可以符合 所有我们愿景 还有我们对社群想要做事情的一个服务 那还符合这个世界的未来 包含像是ESG啊 永绪啊 甚至联合国的16项指标 它都是把它考量在内的 拿到这个准B型认证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那也再次的加深了 我们对一个基本信念的坚持 那就是 不需要成为世界最好 但是要永远保持 对世界最好的态度 那我们未来呢 Google里面会有什么产品还是服务吗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期待 并且在动员所有的脑力跟体力 在加速打造的一个APP 我们从APP开始来协助大家 结合人工智能 去做出更有趣更好玩的学习 并且可以量身打造 每一个人的学习途径 那现在不久的未来 我也希望Google可以成为大家的 个人定制的财务教练跟管家 也就是说你可以问他任何的问题 我们会用人工智能方式 根据对你的了解 过去所有的行为 做出来的分析 给你一个更好的指引 让你也可以有一个非常棒的教人在身边一样 不断的引导你 做出更好的财务以及人生决策 Google未来的方向跟目标 是什么样的呢 所以Google在未来呢 当然就是不断的朝着我们愿景迈进 我们会从新加坡 马来西亚 台湾开始 扩张我们的影响力 也扩张我们的社群影响力 到世界各地 那现在开始在跟很多官方组织 非盈利组织做很多的合作 希望可以把财商教育 是基本人权这个理念 推广到更多的偏向 让更多人可以有权益去学会财务的教育 财商的教育 那因为这样子他们有能力 在资源严重不均匀的这个时代 有能力可以学会一些东西 来让自己的未来得到榜上 Google的愿景跟未来目标 都好像很远大了 所以Will你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线上的观众说的吗 我想跟大家说的事情是 如果哪一天我们的愿景达到了 我相信一定不是Google的功劳 而是整个社群的功劳 所以我也不希望只有导师们教理们 成为榜样成为巡洋的人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是榜样 你们都有你们的影响力 所以借由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前进 你们可以开始教会更多人 影响更多人 有很多人以你们为榜样 也因为你们变得更好 那么这个才是Google社群最大最大的力量 也是我对我们的团队 也对整个社群的期许 所以非常非常荣幸 也非常非常幸运 可以跟大家在这条路上面走下去 也希望大家可以不断地督促我们 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也一起让世界变得更好 那最后呢我要祝大家 龙年当然要写大运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 龙中龙喜利也 全部都是你的 再次的感谢大家 我们一起像飞龙一样飞上天 一起龙腾虎月 好好的体验 接下来的日子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走下去